大家好,我是JY 今天來聊金融股2月的獲利 及之前分享過的公司後續追蹤 在今年3月美國聯準會是已經升息一馬 我們台灣也是跟進升息 現在就先來看全部金融股在2月還沒升息前 獲利的狀況 金控類獲利最好的還是富邦金 2月的EPS是1.34元 累計是3.27元 衰退13% 第二名是國泰金 2月的EPS是0.39元 累計1.69元 衰退43% 第三名是中信金 2月的EPS是0.3元 累計0.64元 衰退7% 前三名還是由獲險類金控穩坐 而會獲利衰退的原因主要是跟 俄乌戰爭開打有關 獲險類金控是幾乎持有了俄羅斯政府公債 因此事先任列了疫情信用損失 才導致2月的獲利是衰退了很多 如果戰爭結束整體情況變好 就還是可以有回轉利益回來的 第四名是開發金 2月的EPS是0.16元 也是受俄乌戰爭影響 是比1月獲利小幅衰退 累計是0.36元 成長7% 是金控中唯一一家成長的 是受到併購中壽的效應 獲利成長逐漸顯現出來 我們預估它 之後每年的EPS會至少在2元以上 也就是每個月平均的EPS 是要在0.17元以上 目前前兩個月是有達到這個水準 3月的時候我們再來觀察 再來是元大金 2月的EPS是0.19元 是比1月獲利成長36% 金控公司中 只有三家公司 是2月的獲利比1月成長的 目前累計EPS是0.33元 衰退27% 需要是受疫情美國升息壓力俱增 加上二屋戰爭 造成券商的經濟 與自營兩大業績下滑 是 證券商業績仍處於低迷 再來是關股的金控支優生 兆豐金 2月EPS是0.16元 是比1月獲利成長60% 累計是0.26元 衰退10% 關股的銀行內金控 在這波俄羅斯政府公債 預期違約潮中 受害是比較小的 第一金 核枯金 華南金 2月的EPS 分別是0.11元 0.09元 0.07元 累計EPS是 0.23 0.19 0.17元 衰退的幅度是在 8% 到14%之間 雖然是衰退的 但獲利是相對穩定 而目前民營的 銀行內金控 獲利最好的是 永豐金 2月EPS是0.1元 累計是0.24元 是持平的表現 逸山金 2月的EPS是 0.08元 累計0.21元 是衰退19% 雖然 玉山金對俄羅斯 是沒有 負賢部位的 但旗下主要 獲利引擎 玉山銀行 累計稅後盈餘是 23.7億 是比去年同期的 28.7億 就減少了5億的獲利 在還未升息前 盡力差還是 儲在相對低的位置 在升息後盡力差上升 獲利就應該會在 第二季慢慢上升了 日升金 2月的EPS是 0.04元 累計 0.11元 衰退15% 以上的表現 都是在 還能接受的 範圍內 在進控中的後段班 海星金是 衰退61% 2月的EPS是 0.08元 成長700% 看這個成長幅度 就知道是 1月的獲利太爛了 破裂了目前 整體的獲利 國票金是 衰退72% 1月 2月的獲利表現 是差不多的 累計 EPS是 0.1元 這個主要是 國票金的獲利結構中 是沒有銀行的 都是由 票件體系 所組成 才在今年美國升息 及俄烏戰爭影響 獲利衰退 星光金是衰退85% 衰退幅度是 所有進控中最大的 而且 2月的EPS 還是虧損的 是 負0.08元 主要是持有俄羅斯公債 在五大進控中 是最多的 有256億 所以是任列的疫區信用損失 31.6億 才導致獲利衰退這麼多 存銀行類的部分 是只公佈了7家 金城雲2月的EPS是 0.31元 是比育業成長94% 在育業是任列的金融資產評價 減損2.7億億 2月的獲利就是算比較正常 累計是0.47元 衰退53% 在公佈的7家中 衰退幅度是最大的 不過獲利也是目前 是稅前盡利 所以成長是沒有問題的 等3月的EPS公佈 就知道了 個人推估是大約 成長30%左右 王道銀行 2月的EPS是 0.07元 累計 0.16元 是成長60% 目前公佈中 成長幅度是第二高的 張銀2月的EPS是 0.06元 累計 0.14元 是成長17% 联邦銀2月的EPS是 0.1元 4比1月 成長50% 累計 EPS是 0.15元 是衰退12% 儲銀行內在2月的獲利表現 算是不錯 所以帶動了3月股價 都有所表現 證券內 2月的獲利是有別一月的大幅波動 都回歸正常 目前獲利最好的是 袁大琪 2月的EPS是 0.16元 累計 0.31元 衰退 42% 再來是 群譯 2月的EPS是 0.12元 累計 0.07元 衰退 82% 以上兩家公司是目前公佈 累計EPS是有賺錢的 其他公司都是虧損的 美好證的部分 2月是虧損的 EPS是 負 0.02元 是在2月中 唯一一家 虧損的公司 累計的衰退幅度 是在100%以上 智和證 2月的獲利 是所有公佈 證券公司中 最好的 EPS是 0.43元 但累計還是負的 它是成長7% 是唯一一家 成長的證券公司 大展證 宏远證 康和證 同一證 2月的EPS 分別是在 0.02元到 0.2元之間 累計EPS 還是負的 衰退幅度是在 135% 到182% 之間 群一期 2月是公佈 每股稅前盈余 0.3元 累計 每股稅前盈余 是0.5元 是衰退 7% 最後去年的獲利王 福邦證 是遲遲都不公佈 獲利 這個是讓人有 無限想像的空間 通常都是 獲利越不好 越晚公佈 好消息都會趁早公佈的 不過一切等 第一季財報公佈 就知道了 而人壽 受險的公司 在1月和2月的 獲利都沒有公佈 所以就不看了 目前的金融股 是已經公佈 2月的獲利了 就第一季來看 目前金控以 受險為獲利主體的公司 獲利還是最強的 不過整體的獲利 都是下滑的 純銀行為獲利主體的公司 現階段來看 營運都是向上的 而以政見類為獲利主體的公司 獲利明顯衰退 第二季 第三季如果陸續升息後 對於純銀行類公司的獲利 地住相信會更多 預期今年是升息 5到7次 後續個人也會 持續追蹤金融股 再來是回應 會員社群投票的朋友 加入會員社群有 影片製作票選 及個人持股 以及好公司分享 感謝 會員社群長期的支持 今天回應都是 之前有分享過的 我們再來追蹤 先來看一下大田 去年2021年 2021年的營業收入是 78.8億 成長100.5% 營業毛利是 24.9億 成長144% 營業利益是 20億 成長193% 稅後淨利是 16.9億 成長210% EPS是 20.15元 以上都是創下 歷史的新高 光去年的獲利 就賺贏前10年的獲利總和了 表現是相當亮眼 山利的部分 毛利率是 31.6% 營業利益率 是 25.4% 最後 淨利率 是 21.4% 都是創下近幾年來的新高 股利的部分 今年是已經公佈了 是配發現金 13.7元 以3月25日收盤價 143.5元計算 殖利率是有 9.5% 算是相當高 第四年的填習機率 是75% 這個算是還OK 大田去年是三利其升 獲利創下新高 主要是經過了產能的整併 以及高球產業的復甦 並受惠於疫情期間 高球運動 需求旺盛 今年會不會持續成長呢? 來看一下1月的 營業收入是 5.79億 是成長8.13% 2月的營業收入是 2.11億 是衰退27.1% 累計營業收入是 7.89億 是衰退4.23% 是自2020年底以來 首度的負成長 去年的三利雖然前三季是逐季成長 到第四季卻是下滑的 所以在4月初公布3月營收 及後續公布DG財報 就要特別關注 如果營收或獲利下滑很多 就要特別小心了 畢竟股價上升的力道 是來自於獲利成長的動能 雖然是高殖利率 但是也要避免賺了股息 賠了價差 但如果沒有下滑就不用太擔心了 再來是看到紅準 去年2021年的營業收入是 1041億 是微幅的衰退 營業毛利是 72.6億 成長12% 營業利益是 35.9億 成長37% 稅後淨利是 44.9億 衰退5% EPS是 3.17元 是比前年減少 0.17元 獲利衰退原因 主要是業外的貢獻減少 是20.1億 是比前年的28.2億 衰退29% 業外收入的部分主要有 利息、 股利、 租金收入 外幣兌換利益 算是企業的正常收入 而前年業外獲利比較好 主要是處分不動廠、廠房及設備比較多 所致 去年紅準的本業收入是沒有比前年少的 不過近年來紅準 獲利衰退 是不爭的事實 是已經連續兩年 EPS都沒有超過4元 去年的獲利更是創下至2003年以來的新低 三利的部分也是呈現直線下降 產品的毛利率越來越低 都是獲利下滑的因素之一 股利政策的部分是連續21年配發 合計發出 49.7元 今年的股利是配發現金 1.7元 是至2015年以後的新低 以3月25日收盤價62.8元計算 殖利率是2.7% 算是相當的低 它的盈餘分配率大約是在50%上下 今年也是維持在這個水準 近五年的當年度填息機率是60% 而目前是紅準的谷底了嗎? 來看一下今年的表現 1月的營業收入是 90.65億 是率退 3.26% 2月的營業收入是 57.1億 是成長 23.9% 累計 營業收入是 147.7億 是成長 5.68% 營收算是微幅的成長 但三利也都是在谷底盤旋 提升三利是成為首要之物 鴻海集團積極跨入電動車領域 是算比較高毛利率的產業 會不會成為紅準新一波的成長動能呢? 後續也要觀察 本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喜歡影片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